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你下来吧 我到了 你怎么才到啊 我等你等到现在了 喂 诚子 你找我有事是吧 我现在回来啊 紫妍已经要缠线了 向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你在这守着吧 我去找悠悠 我总觉得心里很不安 孫妍 你能看得见我们吗 这次手术还成功 赶紧接汉少注意休息 做好护理 我可愿意不动啊 夏悠 家里出了点事情 没来得及跟你说 你不是想要休息吗 我没有听话 你现在想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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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優 知不知道 我正看眼第一个想看的的人就是你 不论如何 我一定知道 到底什么情况 一群废物 林总 我们本是按照原计划跟着夏小姐 我不想听理由 找不到夏優 你们全都去非洲沙漠中树 一个都别回来 滚 是 聊聊吧 聊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夏優去哪里了 是你做的手脚吧 说不说 关我什么事 不说的话也行 如果林家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话 你还会成为泽妍的未婚妻吗 我承认我是给她提了一点建议 但是我只是想让林泽妍留在我身边而已 至于夏優去了哪儿 我也不知道 夏優已经让她好了 避开林泽妍的人 现在已经去了 可以了 我不需要知道她现在去了哪儿 我只需要她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林泽妍身边 怎么样 是不是心情舒服很高 泽妍 泽妍 林泽妍 你愿意看这样一个小网红都不愿意看看我是吗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对我 你到底想怎样 我都可以答应 只有一条 别妄想我回去 林泽妍你会有报应的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夏優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夏優 从咱们脾气比起三年前的传闻 有过正无不及啊 而且那出席公共场合啊 什么聚会啊 那身边的女伴 从来没有一个能出现两次以上 对了 我又好几次路过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看见总在桌子上放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是不是总裁还没有忘记那个夏優啊 林总来了 夏優你在哪里 五年 我维持着生活中的一切已成不变 希望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不会觉得陌生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 林总 林总 文件的事情查清楚了 是 是秦洛洛 刚把夏優的爸爸安排到了别处 我目前还没查清楚 估计是想威胁夏優小姐帮忙做什么事情 公司这边的内鬼查出来了吗 种种线索指向了集团里的赵总 之前 有话直说 之前夏優小姐受伤 好像跟她有关 夏優 你到底在哪儿 你 什么 你回国了 什么 给我当半年 对啊 我是快结婚了 不对 这不是重点 你之前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 你不是不想见那谁吗 你确定这样行吗 哎呀你就放心吧 那个化妆时间秒不是发给我了吗 对了别忘了 姐妹是必须上跟着妆 必须姐妹大护天 你应该不会碰到的吧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宝贝乖 等一下我们去给橙子阿姨一个惊喜好不好 什么 你说你没时间 不是我说大哥 咱们俩到底谁结婚呢 你说你是个伴郎夫 还有我配合你时间 没空就是没空 废话真多 我不管了 要不你现在过来 我把地址发给你 就这样 拜拜 喂 你下来吧 我到了 哎呀 你怎么才到啊 我等你等到现在了 喂 喂 诚子 哦 你找我有事是吧 我现在回来啊 你过得还好吗 你还是这么不会老天 这个 是你的孩子吗 你这次回来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找你半天了 凌晨你在搞什么 那个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橙子 等你好久了 我们一起走吧 这是 小颜 小颜 小阿姨 橙子阿姨好 你和谁说不到 吃饭的都不如你嘴 叔叔好 爹地好 你为什么叫我爸爸 妈妈说的 妈妈说的 妈妈还跟你说什么 妈妈还说 爸爸的名字叫 林泽妍 你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怎么还不知道好好休息啊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喂 嗯好好好 嗯好 我马上来 夏颜 橙子阿姨带你去玩好不好 不要 夏颜乖 妈妈等会儿就去找你 嗯 走 带你去个地方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 你 你都知道了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我只是害怕秦洛洛和公子的事情 会伤害到你 毕竟我的眼睛也没有痊愈 所以 我不敢拿你的幸福做赌注 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面对呢 我不敢冒这个钱 你想冒你受伤害 我真的很怕 傻子 我还以为你把戒指给别人了 他只属于你 这次说什么也不让你逃了 喂等一下 你信任上那些粉红女友呢 演员 你还找女演员 付钱的那种啊 情演 这期你可要认真地 当然